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自从2018年微博之夜投票开始,小编就一直在关注各个明星的得票情况,直到今天邓超稳居第一,小编发现这还真是微博自导自演的一场好秀啊。 最终的结局就是一直稳居第一的TFBOYS为微博之夜带来了人气,但最终不参加。邓超作为黑马完成逆袭,邓超作为娱乐圈的前辈得到这样的成绩虽然也不意外,但却不在意料之中,毕竟这几年可都是小鲜肉的娱乐圈啊。 可以说邓超完全算是微博之夜听榜单的逆袭黑马啊,惊不惊喜,亦不意外,看来微博之夜这场人机大战并不简单啊。 邓超近两年在微博也是很活跃,经常把自己活成一个高仿号,微博粉丝数高达6483万也是很多了。 小编总结了邓超每次微博上热搜的窍门,就是晒陆寒,秀恩爱,晒孩子,或者模仿其他的当红明星,也是很费神的了。 再看一下TFBOYS三小值组合的粉丝数,王俊凯的最多有3576万,更值得王俊凯还在简介中写了拒绝僵尸粉,这个粉丝的数量应该是很高的了。 王源的粉丝数也不差,有3493万,一阳千玺的粉丝数是逆袭最快的,现在快赶上王源了。 按照微博的粉丝数量来说,TFBOYS组合的粉丝数,加起来,也有差不多一亿了,远远的将邓超甩在了后面。 这些粉丝数的庞大力量在一开始的微博之夜投票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基本上TFBOYS组合在开奖前的20多天一直蝉颜第一,那个时候邓超甚至还没进入前十。 大概在2017年12月29的时候,邓超第一次挤进前十,当时的票数还比较靠后仅仅排在第八名,30号的时候,其他九位的名次,基本也没什么变化。 但是邓超已经挤到了第六名,前后只相差一天的时间,2018年1月4日,邓超超越了李一峰和吴亦凡进入前五。 即使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开得出来,邓超和TFBOYS的票数相差还是很远的,小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邓超会逆袭超越,那个时候小编甚至调侃过。 邓超是微博之夜盘行榜中,所有小鲜肉当中唯一的老辣肉,时过境迁。 邓超在进入前四之后,用了没几天时间,竟然也秒杀了陆寒的高人气。 要知道陆寒可是微博三分钟评论过20万的流量担当啊,这个时候有人出来真相了,原来陆寒根本就不会参加微博之夜的盛典。 2018年1月15日,邓超的票数还在第三位,但是只过了一夜,也就是2018年1月16日的时候,邓超的票数一下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超越了排在第二位,甚至被质疑早已经内定了的张艺兴,甚至超越了在排名榜出现以来一直第一的TF Sports组合。 这一波操作真是666啊,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直到今天邓超的排名还是排在第一,看到这个结果小编真的是real心疼一直背锅的张艺兴啊,什么内定啊代言啊,都是骗人的。 只能说这场人机大战太精彩了,操作人不简单啊,一直控制TF Sports站台宣传大半个月,在最后的三天内移居秒杀,TF Sports三小只甚至都不出席盛典。 甚至在微博之夜上点的出席明星名单中,邓超也成功地抢占了C位,排在前面,而杨幂却在最后压轴出场。 这波操作再次颠覆了小编的想象力了,其实无论最后谁拿下微博之夜的King Quinn,在每一位粉丝的心目中自己的爱豆都是最棒的,但这场人机大战在下,还是不得不服啊。 更多娱乐资讯,电视剧解读,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每日更新哦!